今天咱们来开箱这款非常非常厉害的功能机 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一看它就是一款可能是2010年以前的一个山寨机 没什么特别的对吧 但是我们要仔细看 首先在这个面板上我们发现了猫腻 这居然有一个这么大颗的前置摄像头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那个时候呢可能诺基亚这样主流的手机都没有前置摄像头 而它有这旁边还有个TV的标识 它是台电视手机哦 真的是台电视手机哦 从底下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拉出了一个触屏笔说明它可以触屏操作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东西这是啥呢 我们把它拉出来 它居然是一根天线 我的天 它真的是一台电视手机啊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看电视了对吧 天线可能不需要这么长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不是很方便 嗯那要怎么看呢 那那那那跳起来好了咯 结果咱们又发现个问题啊 这个手机裂缝怎么那么大呢 能够塞下一个口罩的缝隙 这做工是不是有点太粗糙了呢 哦不兄弟 当它推上去的时候呢 出现了两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啊 首先你看这个屏幕它竖起来了 它这样子的话一放放这里就直接可以看电视了 第二个啊就你就吓到了 它居然有一个游戏键盘 你看游戏 这里还有个小标识啊 上下左右 A B X Y 键都有 那它可以打游戏 你敢信 看背面啊 背面还有个MP4的标志啊 不光可以看电视还可以看MP4 厉害了啊 那这个设计呢 其实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小的弹簧吧 就把你往上抬 诶这样子的话就成一个 非常合适观看视频的角度了 那这里呢 看有个收缩的设计 就是滑盖的设计 哦真是厉害 厉害 然后再来看侧边 侧边的底下呢 还有一个手电筒 没有闪光灯 但是有手电筒 按键方面呢 上下是音量键 这里应该是一个自定义键 旁边呢 还有一个快捷拍照键 拍照的话可以先折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 两个摄像头 然后再打开看一下 这台这么厉害的手机 哪里产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写了啊 宁波启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我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啊 这个公司从2000年成立到2010年 2010年的时候啊 它的营收高达8亿啊 真的厉害 它呢 做这个山寨机啊 可能当时已经是登峰造集的一个水平了 或者是给别人代工了 这个品牌 听一下 没有见过对吧 然后还有点厉害的点啊 你看两张适应卡也就罢了 两个内存卡的插卡槽 哇 你是要上天吗 一个内存卡都不够用 你搞两个 这个手机啊整体来说 设计啊全是亮点 就差一个跑马灯了 如果有跑马灯的话 它将是一台完美的山寨机 说了这么多呢 那么现在咱们来开个机吧 我 这边已经用两个鳄鱼夹夹住了 应该是能够开机的 一二三 走你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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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咋没有声音呢 我觉得这种手机啊 开机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声音 滑动解锁 有点帅啊 煮菜单 煮菜单 电话本 情景模式 我们点开一下 是不是静音了 高频震动 常规 确认 启动 OK 然后 看通话记录 信息 多媒体 网络服务 个人助理 还有个人助理 这么高度啊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手机杂志 好的 没有卡 实用工具查询 蓝牙 然后闹钟啊 计算器啊 这都是些常规的功能啊 不厉害 然后最后就是系统设置 画机设置 呃 好像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功能啊 可能咱们真正要用到的就是这个多媒体 去了 不放器啊 可以不放MP3 视频 收音机和电视 电视可能 这真的可以放电视啊 这东西不简单啊 这这这这 这不是那种网络电视 而是实打实的 通过这种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 来 诶 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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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这个视频啊 播放电视的啊 这个呢就是收台 哇 这个有点厉害 不是那种网络电视啊 网络电视很坑的 哦厉害厉害厉害 哦厉害 哎可惜啊 我们那个视频发射的一个东西啊 坏掉了 但是没有关系 诶 证明了它是真的可以放电视的 那之后我们再买一个 再重新试试看 收音机总该可以听了吧 哇 可以哦 不用擦耳机 直接可以用收音机功能 厉害厉害厉害 诶 就是休眠有点早 OK返回返回返回 那说明诶 这个FM播放器也是可以播放的啊 MP3呢 我们这边没有插内存卡 然后再返回 图片这边有没有插信卡 这个呢可能是需要上网的 然后相机 这是后置的啊 它真的能够拍 能够拍已经很了不起了 düş 我们再返回 弄一个前置试试看 哇 och mai god 你看居然这个前置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现在我们插上了内存卡 现在来看一下视频播放的效果 看见没有 这是MP3 我们听一个MP3 行行行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 这其实就是视频了 但是可能 有点难哦 轨迹 这不行 不能播放 没有了 不行了 不能播放视频啊 大长腿的姑娘也不行 那么最遗憾的就是 没有测试到我们这个 电视的功能 电视的功能呢 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 太强了 你看 你看 在手机上看电视 这这这就拔出来 哎 吓到一片人啊 对吧 以前真的可以这样子 而且不用网络 真的 他不用网络 直接用模拟信号就可以了 可是啊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没有模拟信号了 那之后有机会的话 咱们把它当作一个显示屏 来用吧 那这有文档录音电子书 哎 游戏啊 游戏我们看星球大战 呃 没有显卡 没有显卡 连连看总能玩的吧 连连看 新游戏 哎 你看这连连看可以玩啊 再返回 推箱子也可以玩吧 可以 最后啊 咱们这个 哎 模拟器游戏他做了 居然还有模拟器游戏 游戏列表 咱们这边呢 没有装这个内存卡 游戏可能没有 那么现在啊 咱们用我们的内存卡 来 搞一搞 经过一段超级复杂的操作呢 电脑已经用上了 咱们终于 可以 哎 在这上面 玩游戏啦 刚才搞了半天啊 原来是要把那个游戏 移到手机内存才可以啊 我现在主菜单 多媒体 游戏 模拟器游戏 游戏列表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咱们呢 这里搞了一点小游戏啊 这个按键还不能用 直接先来一个荒野大标课 哎 可以 但是 但是 你这个大标课翻了呀 兄弟 喂喂喂喂喂 标是挺标的啊 标是挺标的啊 干啥呀兄弟 显示设置 显示设置 应该是 90度才对吧 对吧 那90度应该没有问题了 哇哇哇哇 oh my god 你看 我们可以在 这这这 这个山寨机上 打 FC的游戏 开始 看一下 有没有掉针啊 这是一个汉化版本的 悬赏一万块 小弟你这个跟我手上有点掉针了 FC游戏都掉针了 我的天 哎 我怎么又吃到子弹了 可以保存进度啊 还可以保存进度 我们保存一下进度 然后 去了 然后再 再退出这个游戏 退出游戏 然后再重新进去 选择一下 读取进度呢 读取成功 真的可以耶 居然把我们存到 刚开始这个画面了 这就是你可以 诶 玩到一半的时候 有事情 诶 选择了保存进度 然后去做事情 回来之后呢 啪 接着玩 牛皮啊 我们再看一下别的游戏啊 松鼠大战 他说无法加载 Dew 新枝卡比像这种 比较 难一点的 诶 也是无法加载 能者神龟这种可以了吧 诶 能者神龟可以啊 听着就有点卡针的意思啊 像这种动作游戏啊 卡针其实是影响很严重的 你看 诶 再换这个三国之啊 三国之吞噬天地 看一下行不行 哇 这个可以啊 这个莫名的居然可以啊 这是一个自立卡啊 就小时候就说 这是自立卡啊 OK 我们可以出发了 你看这是一个RPG游戏啊 这个门都出不去了 我的天 这个 键盘操作 特别累啊 厉害了厉害了 咱们要有一说一 它呢 是真的卡 真的是特别的卡 要说一句 这 就是我今年 开的最厉害的 一款手机了 嘖 虽然今年刚开始 虽然它是个老年机 虽然它是个山寨机 虽然 很多虽然吧 但是 它这个功能 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足以惊艳到我们 OK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了 记得评论点赞 关注我 拜拜